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是算命的说的 说这几日正是说清的好日子 那什么时候是说清的坏日子呢 梁守平没死的时候 不也是好日子吗 太太 记呢 阿俊什么时候嫁人 嫁什么样的人 要老爷说了算 太太好了 是你要嫁人哪 还是你姑妈的意思 我呢是为你好 你要跟梁守平没关系 我也就不管你的事情 说老爷说了算 那是我说给他们听的 你太让我牵挂了 我知道太太是对我关心 不过阿俊和太太毕竟是两种人 太太就别太为我担心了 哎呀 老爷手里有的是男人 嫁什么样的人不比在外面好呢 你觉得孙副官怎么样 他也没成亲 我来帮你做主 太太 你呀 跟梁守平一个样 好 你出了这个门 不许再回来了 你在外面呢 也不要再提我们家里的事情 太太 阿俊还会回来看你的 许儿 你在搞什么鬼呀 姑妈 我没来得及跟你说 我不信 这种事情 你会对所有的人讲啊 你没看出来吗 连阿莲都不相信 他脑子里啊 还不晓得在想什么呢 你看出来了 什么 他不信才好呢 这是什么话 他不信就不会跟我捣乱 要是姑妈给你捣乱呢 姑妈才不会呢 姑妈老顺着我 你别老拿话哄我 太太对你讲什么了 是要你嫁给孙副官吧 那是太太自己的心思 也是姑妈的心思 菊儿 孙副官你看不上 卖男货的生头生脸的 你就看上了 要是都看不上就不嫁呗 其实啊 孙副官倒真是个好人 忠诚 本分 从来不做他分外的事情 虽说他是河北人 可从保定军校毕业以后啊 就没回过老家 老爷呢 好了 姑妈 你就不要说了 菊儿 其实 你不是真的想要嫁人 你的鬼心思 我还看不透吗 你呀 你还是想着梁守平 他刚走 你就要嫁人了 说出去谁相信 只有太太 她傻 她看不出你对梁守平的情分 看不出也好啊 不过 你想做什么 我可告诉你 不行 你要是毁了这个家 就等于毁了姑妈 好了 姑妈 你想多了 过两天 我婆家的船就来接我 到时候我就告诉你 谁家的船 借了土老大的船 什么 土老大的船便宜 过去我帮过她的忙 这回她也想帮忙我的忙 小二 泡足 好好好 慢用啊 客官请 客官慢走啊 像啊 像 慢用啊 慢用 小爷 小爷 坐吧 有什么事吗 二居要走了 去长书结婚 男人是谁 看南货店的 你见过吗 没有 根本就没这么回事 对不对 不晓得 老子会晓得的 过几天 婆家就要来接她去 船就是土老大的 土老大 是 你去盯着阿居 不管她走到哪里 你都盯着她 明白我的意思吗 我问你呢 我问你呢 土老大 又是徒劳大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个阿菊到底想干什么 这些共产党 肯定是有重大行动的 有重大行动 他会这么张扬吗 叫他来 是 他已经走了 你说什么 他早上来 就是来告辞的 喂 山下长官 是 是 吴里长 我听说你们家那个梳头的姑娘要出嫁了是吗 是 为什么在这个时候 我不清楚山下长官在说什么 不清楚 曹队长认为这个女人是共产党 她就是去河口接上令人的七奸套 你认为呢 不清楚 如果是 我亲手杀了她 有 我听说 她是坐土老大的船离开苏州的 山下长官 这是听谁说的 这个你就不要问 我也知道 是她告诉臣妈的 如果真有什么事 她会这么张扬吗 这不可靠 可是我听曹队长说 前几次出事的船都是土老大的 什么 这土老大和黄军作对吗 他没这个胆子 这家伙不过是个传匪 吴旅长 你和土老大有点瓜葛吧 是吗 是 倒霉倒霉而已 是和共党倒霉倒霉吧 这是山下长官的意思 大阁 吴旅长 你的人 花庄正平民 包围没加度 监视土老大 等那个姑娘结婚的队伍出现 统统得抓住 我要和她 是 曹队长 在 你的留在这里 等待命令 是 你愚蠢的家伙 関山 是 国活研的部队 全面监视 本田大佐我来的方向 请请 全面战斗 准备 是 你这个杂种 是你朝我开的枪 是不是 可惜没打死你 吴克贤 你错过了一个机会 我告诉你 这回该轮到你了 你这么自信 你和那个共党有关系对吗 老子和蒋伟园长也有关系 你想干我们你干不了 我什么都不承认 你想抓我的把柄是不是 在你抓到之前 我先扒了你的皮 你 你不是说没人认识共党了 我手里面还有一个上等 同地人 怎么样 只要我抓住那些共党 他骂子就看我们谁先拔谁的皮 骂子太精彩了 太精彩了 大哥 你说什么 我们又被阿菊耍了 又被他耍了 知道他想干什么吗 干什么 杀上利人 他说他要出嫁 是给自己安排后路 他放了一个杨某 说他出嫁 是要坐徒老大的船 我越是在山峡一郎面前 说不信 他就越怀疑 他的目的 就是要把上利人调出来 他们会让上利人出来吗 会的 没有人认识阿田 只有上利人 阿田 他不是死了吗 曹美彪错把阿菊当成了阿田 你立刻带人到梅家渡 给我盯住徒老大 如果有机会就趁乱下手 除掉他 让这个混蛋永远闭嘴 是 记住 曹美彪不来 不能动手 连曹美彪一块干掉 干掉 是 走 走 太太 太太 外面出什么事了 我也不晓得 老爷呢 刚刚还在客厅呢 你们说什么呢 老爷 老爷 是不是出事了 不要问那么多 今天如果有事 谁也不许带东西 跟着警卫离开 那这里怎么办呢 交给陈马 老爷 闭嘴 你们要是将日本人抓住了 谁也救不了你们 忠奇 旅人 我 council 让人 众 入门 finished 赖几 熊 入闻 老板 来 过来一下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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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位姑娘 要点什么 老板 要吧 来一盘 您又 孙副官 托老大在船上 船上有多少人 十来个吧 牛肉一盘 血菜毛豆一半 盯住托老大 不能让他跑了 把王连长从后边吊上来 好 客官 这是小店的特色手艺 味道蛮好的 你尝尝 大哥 大哥 外边来了些陌生人 我看得清清楚楚的 你要有半句下话老子崩了你 大哥 不信你自己去看吗 他想干什么 不知道 他带了多少人 很多人没数过来 惨哪 这没道理啊 这 怎么办 不信你自己去看吧 你也要不信你 你也要不信你 就这么说 我们要知道 你怎么办 不信你 你不信你 你不信你 有什么事 就会 孙副官 到家门口了 不上来坐坐 见外了不是 杜老大 看出什么了 我能看出什么 是他们瞎驴一个 杜老大 你少跟我装土匪枪了 你是个共党吧 说什么呢你 说什么你听不懂吗 你帮着江东支队送药 送人 还有一个叫阿丽的 在你这儿做联络人 阿丽被捕后 你又把他给杀了 这不假吧 他奶奶的 你哈哈什么 你今天是给阿局送荤吧 送荤是假 帮着共党送人才是真的吧 吴克贤的人说我是共产党 姓孙大 你睡扁头了吧你 当初你们当家的药和我搞不清楚 现在翻脸不认人 姓孙大 你要是不认人 我可以教教你啊 曹美彪你认识吗 山下一郎你也认识吗 我真想找他们谈谈去 是吗 你想谈什么 我不能光让你出卖我吧 有来有往 我也想出卖吴克贤 我要把它卖给日本人 你看怎么样 你知道什么 出卖什么 杀阿丽的是吴克贤 那一传医生也是吴克贤的人 你们给我钱又弄我的传 我要是没看错的话 你这话是听谁说的 阿菊吧 你他妈知道阿菊是谁吗 你和善景成串通一气 杀了阿菊的父亲 糟蹋了他的母亲 你 他到这儿是报仇的你知道吗 那些箱子根本就没有什么烟图 是人 学医的共产党抗日分子 还有 那一箱子钱也不是假的 钱 现在就在吴旅长手里 阿菊是想利用吴旅长的手 杀了 你这个笨蛋 善景成就是这么被除掉的 知道吗 真没想到啊 真没想到啊 这小娘们有两下子 人 那用啊 好好好 谢谢您 阿菊到土老大那里去了 她怎么去的 坐船呀 而且打扮得可漂亮呢 走 来 随便吃啊 阿黎 你加菜啊 大家多吃点 快吃啊 来 给 多吃点 来 那个土老大怎么还不来啊 对呀 对呀 不来才好呢 他抽钱不就行了 对对对 这大家吃 要狠狠地吃 对吧 多吃点 来来来 我给大家讲个笑话吧 好 谢谢 同意 从前有两个人 一个叫侠 一个叫易 他们两个人啊 是好朋友 然后有一次呢 易就犯了事 就被抓进去了 侠就去救他 然后侯头就说 再会寄啊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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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这人这人呀 天哪阿 来 来来来来来 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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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菊呢 就是啊 阿菊呢 阿菊呢 老板 阿菊呢 老板 阿菊呢 他走了 走了 走了 胡老大还没来 他怎么走了呢 他已经付过了 你们慢慢吃吧 那个女人去码头了 跟我走 抓住她 这次我要亲手霸了吴克仙的皮 走 走 大哥 大哥 草门彪来了 说曹操曹操当 我看谁他能杀谁 胡老大 我们俩一块把他干掉 好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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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快快点 快点 快点 快 快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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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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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手 容易死了 ij� 快想 ег 手 快 快快快 快 小心 好 快 好 呀 mobile 裁 呃 下午8番 公告 nep 創意票、孫柏所、 メイジャートから戦争 馬鹿 是 我沒有命令 別動 公過警察和憲兵隊 早就要CK 一人躲,別動 生人的真面子 你 把你带上去 试试 是 你真是傻子 没有我的命 谁也不去开枪 是 打 打 打 对 对 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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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旅长 是谁打死了他们 我说过 我要撞活动 身下中作 是徒老大打死了曹队长 徒老大打死了曹队长 是 你说谎 是徒老大打死了曹队长 你 准备一下 准备一下 凤下枪 放下枪 帮下枪 帮下枪 没有误会 那个梳头的女人在什么地方 她没来我对你说过 曹美彪的情报不可靠 我去抓她 在你家里 在你家里 去你家里 阿菊 我说过我会回来看太太的 你还敢回来你 我为什么不敢回来 老爷临走前对你们说了什么吗 你怎么会知道 是不是让你们大家都走 陈马告诉你的 陈马什么也没对我说 太太 阿菊 陈马 老爷说的话是不是你告诉阿菊的 老爷说的什么话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日本人很快就会押着老爷回来 日本人的手段你们是清楚的 这一屋子女人落到日本人的手里 会发生什么你们是晓得的 你说什么 怎么回事 日本人为什么押老爷啊 阿菊 你跟我说清楚了 你们还是快走吧 阿菊 你对老爷做了什么 我能对老爷做什么 老爷自有老爷的定数 阿菊 这是你说的话吗 老爷在梅家渡码头 杀了曹美彪和土老大 你们说日本人会饶了他吗 你怎么知道这些事啊 你们不是说我是共产党吗 阿菊 你把这个家给毁了你 太太你错了 是谁回来这个家 谁回来梁守平 是日本鬼子 阿菊 你这件事跟我们有关系吗 那老爷和曹美彪和土老大有关系吗 阿菊 你不能讲这样的话 什么 你快劝大家离开吧 不走 等老爷回来 我倒要看看 谁敢在我们家院子里杀人 就算是日本人来抓 也是来抓你阿菊的吧 那就让他们来抓好了 这种时候你不出去 难道让我们这些平白无辜的人替你顶着 你好意思吗 我看这就该把你给绑了 你敢 你想造反了什么 今天我就让你看看我的厉害 太太 都这个时候了 你怎么不讲话呀 二太太 三太太 老爷临走的时候说了 如果出什么事情 你们什么都不要带 跟着卫兵走 家里的事就先交给我了 固执两个串通遗弃 拿相助撒 这个家里到底是谁付主啊 三太太 现在讲这个话 恐怕不合适吧 放肆 都上来 都拿着吧 是老爷交代的 过去我跟着老爷的时候 也经历过这种事情 风过去了 事情也就平了 所以太太们 你们还是听老爷的话 快些离开吧 什么 我信不过你 这些话 要是都是你编出来的呢 我们出去 谁要朝我们下黑手呢 二太太 你这话说谁呢 好了你们不要说了 老爷是说过让我们离开 可是没说让我们什么时候走啊 走或不走都要听老爷的 等老爷回来 你们就走不了了太太 可是 赶快拿起你们的枪 你们现在想走也走不了了 啊 啊 啊 你怎么来了 鬼子到门口了 老爷被枪压着呢 啊 你说谎 有种你去接老爷 啊 别吵了 赶快到密室去 太太走 走吧 快走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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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莲 姐 妹妹 姐 我对不起你 别说了 我什么都晓得 全都晓得 姐 你快走 赶快躲起来 那我们就一起走 要是一起走 就谁也走不了呢 那就你走 反正他们要抓的人是我 你走 反正我也是个不干净的女人 别这么说阿莲 没什么啊 姐 你赶快走吧 如果有机会 替我再爸妈分千颗个头 就说女儿不孝 下辈子 再和太母续缘分 别胡说了阿莲 我们快走吧 姐 我求你 阿莲 阿莲 姐 你们两个怎么搞的 怎么还在这里啊 姑妈 阿莲 好了 快走 快走 快走啊 快走 别出声 我看看 护链江 他在什么地方 护链江 太太们都到哪儿去了 臣妈交代我 说太太们今天都去善加大约做客了 把干 放开 你得告诉我 那个和你一起梳头的女人 在什么地方 你说阿菊 阿菊 你找她干什么 放开 是 说 她的什么地方 她回家了 回家了 好 你的前面带路去她家里 走 一个 住手 我在这儿呢 好 你的阿菊 是 你的共产党 不是 我是 我是 阿莲 不敢 她不是共产党 放开 姐 姐 你们是姐妹 我们之间都叫姐妹 你说谎 我们没有说谎 都是共产党 我们只不过是两个梳头的 我们谁都不是共产党 放开 阿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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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 赤山 你 你 好 好 阿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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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开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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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日本 放开她 你撑上 放开她 住手 住手 放开她 十分鬼子 你 你撑上 你放开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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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开她 住手 吴可贤 你个减杀的王八蛋 出手 出身 安检做狗 你就眼睛人都看着她 放开她 你还是个中国人吗 吴可贤 放开她 闭嘴 放开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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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放开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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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 阿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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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莲小妹妹 阿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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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个杂种 你这个杂种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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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了的时候呢 就去看看阿菊 让他闲了过来说说话 我就喜欢听他说话 我晓得了 阿菊 这是什么课啊 阿菊 阿菊 我的故事结束了 吴克贤参加了新四军 阿菊和阿兰也都跟着阿田走了 从江苏转到了山东 参加了八路军 这三个女人 又将演绎出什么样的人生大戏 我们以后再说 阿菊和阿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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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菊和阿兰